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師 OK現在我們玩這個遊戲是神武幻想 然後這邊好像也有直線 就這個 你居然還活著 好 很好 夥伴們 不需對此人首殺留情 將之拖回我們聚落處置 主歌到底是誰啊完全沒印象 應該是飛行那邊的村子的人啊 旁邊等車 誰是誰 去阻止 阻止 好 先去四周 有了 多 tobacco 這是幾千克 殺追 取狐狗 請你住手 我有很多話想問你 我與你無話可說 但我知道 有人会很乐意亲手杀了你 呆子 他们可是动真格的 你再不然我好好出手 我们都会遭殃 旁帝等车 小心 雕虫小技 赵 赵 赵 自己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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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設法將丹羽玄納入囊中 並將你這不中用的東西給氣了 哦 應該是他射的啦 姑娘冷靜 與你衝突並非我本願 你的本願如何 我不在 我不過就是想撕裂你那多話的嘴巴 在貝斯伊森林死亡之前 所以我們不要打他 好 不就打他 獨隊了 是你了 好,有足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知性應該差不多都解完了吧 啊 我們回那個 找那個丹 丹羽去 欸 哼 想抓我 姐姐的浴室 怎麼會變成如此模樣 敢動姐姐的東西 早晚將你們全部都 可惡 我的神力 竟然 要想辦法恢復 不行 這是姐姐的 不能吃 得找其他東西 恢復神力才行 總算找到了 大家小心 快點 哪兒來這麼多卑賤的蝼蚁 真是不知死活 他 他做了什麼 他竟能將人 編成 他 好餓 不小心 又消耗了神力 小哥哥 你肚子餓了嗎 如果餓了的話 可以請小費星宗送米團給你吃哦 走開 可是 你肚子餓出來 也要去見 你肚子餓了 卑鄙 我肚子餓了 小哥哥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你如果不想说 至少和我们回去吧 啰嗦 真啰嗦 无名祸天 祸乱天地的意思 你们懂吧 怕了就不要再跟着我 你的身体不能再 祸天哥哥 这人怎么说走就走 走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好 下午跳 又一再虚指明明 若不好好修养 只怕有性命治愈 而且 他似乎对人机并不熟悉 还是快找到他 免得他胡乱伤人 或是被人误伤了 吓我跳 我刚以为 已经没办法解之前任务了 走走走 拍回去 起鼓流光 这是谁的武器啊 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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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 没有支线了 好 那我们快转一下吧 好啊 搜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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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把我的宝贝 放了 好 那条蛇又出现了 有蛇 小心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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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有蛇 你们这些难吃的东西 以非我会稀罕 若非我神力尽失 早已将你们化为鸡粉 燕薇 没关系 你快回去 我不要你连魂魄都因此而消散 原来只是骗人的把戏罢了 这小子会要法 拿家伙 将他了结了 你们在做什么 这么多人打一个孩子 要不要脸 就是 我家哥哥受伤了 也不准你们欺负他 谁叫他抢了我们的东西 还把他们都 都吃了 你们该不会是想管闲事吧 诸位如此对待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未免太过 若再动武 后果自负 你们 在为我生气吗 为什么 要如此维护我 难道 是为了取回我夺取的石头 才不是这样呢 细语喜欢霍天哥哥 霍天 我相信你拿走那些境遇 一定有什么理由 等你伤愈之后 再慢慢说 可恶 居然没把我们看在眼里 别和他们说这么多 敢在咱们地盘撒野 大家一起上 就先从那几个如画似语的女的下走 谁敢在东京皇城如此吵闹 这么点小事也要我出门 还让不让人好好休息 是怕我们雄英军太闲 还是你们想替我们去战褶床褶 硬头灵 冤枉啊 是这些人先抢了我们的东西 嗯 可是我方才分明听见 你们打算对弱女子下手 老姐 有礼 小弟 臭小子 居然长这么高了 老姐你才是啊 居然人模人样了 我要说回肉女子这句话 臭小子千糟啊 当真 喂 小弟 我可不能让你抓他 头灵 这可是大事 我自有分寸 叫这些暗影的人都散了 走开走开 走开 走 怎么会 什么法术 喂 你怎么用 没想到 双势复原了 今天的事还真多 而且还都和老姐 你们有关 幸好我刚才护下你们 否则一旗帝 恐怕要跟我没完 走吧 一旗帝要召见你们 包括那名少年 随库中惊遇 儿臣本就准备命人待至帝都 但傅尚经说要赠予此少年 只因他是上古神灵 是傅尚冒险前往不周山之游 不错 就算此行与九州安危有关 但不周山如此凶险 傅尚经为令儿臣随行 是儿臣不孝 无法为傅尚非忧 你如今身份已是不同 况且北方战祸贫人 鱼翼不愿你分神顾忌 儿臣愚钝 对于傅尚这招棋看得不甚明白 还请明讯 也该是让你知道的时候了 事实上 九州面临着即将覆灭的命运 而且 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傅尚何出此言 难道又是与静有关 静 只是个开端 西年 上神贡公受九离之心影响 壮断不周山 乃是三界第一次大劫难 当时 混沌呼应贡公之怒 大水蔓延三界 众生涂炭 最后 女娲以自身魂魄为火 邪众神炼制五色石 修补天缺 并以此为封印 平息混沌之息 引其回归于幽界之下 如今 于怀疑有人在幽界 再次唤醒了混沌 并积极拔除封印 使其以汹涌之势苏醒 今年人界灾祸贫传 怪象丛生 便是混沌再起之兆 你们恐怕不知道 就连西方昆仑山 都已遭黑水吞噬 是乃人神共同之大劫 什么 雅父 此事 是真的吗 我们与上神西王母 早已断了联系 没想到连神灵 你无法抵抗混沌 今年人神之间联系剑短 也是此意 九州情况严峻 但所幸 于联合众位贤者能事 终于还是找到了解决之法 这位上神 将是我等重新封印混沌的关键 再加上南北斗星轮县世 黑暗 终见曙光 帝君 若我二人手中指环 真能阻止灾厄 还请帝君明示其法 此事必须循序渐进 南北斗为群星之首 四季之一归 为遏制灾难持续扩大 我们必须先导正星辰 端正四季 之后 蓝湘与众位贤者 会引导你们使用 陈立 内 天界必已知悉 却从来不闻不问 朱儿 你可知你的誓约神灵 丹羽玄黄现在何处 于本期待你可独当一面 没想到你让羽如此失望 你以为 羽不知你近年轻慢神灵 如今 你竟还弃绝誓约 连丹羽玄黄都看不见了 帝君 殿下他 重华 你不用替他说情 帝君 请息怒 殿下为维系九州安宁 长年征战 然国库见须 才不得不将祭祀大典从简 还请帝君体恤 今夜是逢我族元月之计 殿下以诏告全程 广邀百姓同乐 帝君若能出席 便是对殿下 以及万千东籍男儿 守护桃堂的最佳犒赏 辱氏以何身份上此殿堂 大方议论 无论父上认与不认 林河都是我即将迎娶的妻子 帝君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呀 兰湘和这几个年轻人刚历经九死一生 让他们放松下也好 飞行小兄弟 你说是不是 如此盛典 若能攻凤其盛 小民身感荣幸 近日战事稍歇 殿下举行元月之计 是为鼓舞士气 若帝君能亲临主持 对东极帮助匪浅 众位既一致建议 便如此吧 参加元月之计 这边是有什么支线吗 应该是没有啦 好我们这边就到 先到这边结束好了 先转个里 转个档 好啦 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到频道主要方的图片 按下订阅 右下角的铃铛记得打开 这样子我更新新影片 你就能追踪到最新的消息了 谢谢大家 大家这集的收看 谢谢拜拜